新北市市民清潔日在英哥區新市民活動中心展開 對於鄰里環境的清理 環保志工們會利用平時假日來進行 當然市政府針對夏天是登革熱流行的季節 加上立騎馬颱風剛過後 為了避免風雨積水造成蚊蟲滋生 發動了市民清潔日 更是加強積水容器的清理 杜絕登革熱滋生源 那我們今天也動員我們裡面 製宜工有將近快50位的製宜工出來 協助將裡面所有的積水容器做清除 順便將環境打掃的部分 順便做一個大整理 英哥區區長周慶明就指出 登革熱病媒文最容易在積水容器中滋生 所以清理工作不容忽視 一定要做到尋到清刷 因時常尋釋戶內外 留意並隨時清理積水的容器 有積水要清除容器並進行清刷 已徹底將附著在上頭的滋生源清理 再選擇容器是否要繼續流存的使用 到每個地方角落去打掃 讓我們整個西英地區 我們整個英哥地區都可以非常乾淨 免於一些蚊子造成的一些傷害 所以我們剛剛除了我們道路的清潔之外 也到了一些菜園去把一些積水容器清除 讓我們的滋生源可以消除 就可以減少我們這邊有一些病媒文 西美市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登革熱本土病例 市長侯友宜要感謝所有在第一線的區公所里長 以及清潔隊員和環保志工的辛苦 也呼籲市民能夠一起加入行列 尤其是容易在大雨過後 產生積水容器的菜園這些地點 要加強打掃清理 將整個防疫工作做得更好 中家新聞 詹怡勳 盧秀娟 劉安靜 新北市英哥區長報導